自從1月疫情爆發以來 對澳門的博彩旅遊業帶來重大衝擊 賭收和遊客數字都下跌超過九成 而為了生存下去 各大賭場都開完節流 六大博企前一陣子經已發債集資 準備了幾十億現金 來應對未來一兩年維持營運的需要 節流方面 據聞有博企 連員工餐廳的餐巾紙都省 各大博企基本上已經推行無薪假計劃 有要求每個部門一定比例的員工放無薪假 有一個月放3天即減一成薪金 有些就更多 甚至有一種是放一個月收半個月薪金 有博企要求中高層員工放無薪假 兼以股票代替一定比例的薪水 有博企干脆要求中高層員工 減一到兩成人工 賭廳的情況更差 因為無法仿效博彩企業發債 資金更緊張 即使是頗具規模的賭廳 員工也要放10到20天的無薪假 有賭廳的中高層員工更加只收取兩折薪水 之前收10萬加下只有2萬 過去一段日子 雖然各大博企有一種無形的配合 就是不會大規模裁員 但個別裁員時有發生 用的裁員股額招數不外乎3種 第一種叫屍殺列車 例如一個總監、一個總裁 如果公司認為總監可以兼顧總裁的工作 就會解僱了總裁 相反就會解僱總監 聽聞有中層本地人被裁了 第二種是左調右調 例如你做莊河 調去做執訪或保安 收人工當然不是莊河而是執訪 你頂不住就會自動辭職 第三種是全家攬炒 即是不會裁員 但幾乎全體員工都要減薪 或者放無薪假 這一種已經是最好的 9月23日起 內地全國恢復附澳旅遊簽註 為了拉客 各大博企都各出奇謀 禁煞中國總裁黃英偉都披掛上陣 和葵程合作推出宣傳影片 施展混身解數 親自直播大貨拉客 高層都這麼拼命 中下層打工仔首庭口庭 為了供樓養家 什麼都肯做 據聞有賭廳中層 因為減薪工 幾個月以來一直做代購 轉幫來不到澳門的大陸客人 買化妝品、護膚品、名牌手袋 甚至奶粉 再上大陸寄給客人 每次收取5%的費用 一個月都可以賺到萬多人民幣 幫補加計 有賭廳女公關就兼職做水貨客 天天走一圈大陸 南宮關就去做澳米外賣車手 所以大家都希望 在自由行帶動下 澳門經濟能復甦 否則很可能就會出現較大規模的財源 但諷刺的是 本地人保不到飯碗 但澳門還有超過18萬外勞 直及橫跨高中低層 所以本地人都有疑問 經濟畢竟 未來的外勞 是否應該先行退場離開呢? 好了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下次見 拜拜